我們現在在香港生產 由香港的農夫做香港來源的咖啡豆 我們都很想找回本地的咖啡師 可以幫忙找到那個味道 是一個香港獨有的味道 我大約是2014年年初 來到麗小國開始工作 開始來麗小國是透過復姦的過程去復村 其實香港原本都是一個農業社會 我想在60年代、70年代以前 整體中可能香港很大片地方都是農家 但是到了80、90年代之後 其實突然之間就跌下來 所以很多農地就荒廢了 我們當初不是說一來到就打算種咖啡 因為荔枝窩傳統是種稻米的 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很重點是想嘗試在這裡復育的水道 但是在復育的過程中看到有不同的困難 我們在開田的過程中都發覺要斬很多樹 因為傳統那種種種爐式 一路擴展 到今天荔枝窩我們這邊的農場 就種了大約500多棵 都有其他的農場 有村民的農場 他們種了200多棵 加起來其實有700多棵 我們當年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引起了很多興趣 尤其是引起了原居民的興趣 因為這裡荔枝窩的土地 其實是屬於原居民的 我們都是跟他們租 合作去用的 很多時候很有趣的 你說回一些普通的農作物 他們會覺得他們小時候種過 那些東西不值錢 說咖啡他們就覺得不同 這東西可能價值會高一點 這幾年就幫他們的朋友 大家一起合作做重咖啡 我初初對這些沒什麼興趣 耕田耕小小 耕田耕哭 現在覺得都挺好玩 我覺得是好玩的 不過都挺辛苦 做這些真的很辛苦 我經常做到發脾氣 不過想著做下去 你不做好像很浪費 現在做得挺漂亮 看回全世界的咖啡種植分佈 我們有一個叫做 Green Beans Belt 有一個叫做生豆的種植帶 其實香港的地理位置 就位於種植帶裡面 理論上 氣候上香港是適合的 但是我們沒有高的海拔 所以會導致咖啡豆 可能在生長期的時候 因為沒有一個大的溫差 令到Density 我們說的密度可能會低一點 理論上是會影響那個品質的 但是同一時間 咖啡的品質原來有很多不同的條件去控制 可不可以有些東西拉上補一下呢 我們也很想找回本地的咖啡絲 可以幫忙找到那個味道 是一個香港獨有的味道 找到那個風味 還要怎樣去 將這件事很 consistent 地表現得到 我自己覺得這樣才是 香港咖啡比較成功的一面 叫咖啡的 中文化 金曼